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波弦乐器 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 眼前这位正在着制古琴的手艺人名叫王鹏 他着制的古琴以音色浑厚 苍净 细腻而闻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王鹏卓制的诗矿式太古遗音古琴 琴声悠扬 打动世界 2018年王鹏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 卓琴就是用刀斧皮砍着木材 然后制作古琴的意思 这就是卓琴 每张琴都是卓琴师的孩子 所以你对琴 首先你要非常的热爱 热爱他的文化 他的审美 琴给你带来的一个世界 一个精神空间的世界 一块木头是如何被王鹏精雕细琢 成为一件承载中华千年文化的乐器 它又是如何踏上琢琴之路的呢 1966年 王鹏出生于辽宁凤城 从小受到身为工程师的父亲影响 有着极强的动手能力 又因热爱音乐 21岁时考入沈阳音乐学院 乐器工艺系 学习古琴制作 然而当时的王鹏对古琴 却并不感兴趣 上学这段时间 我的恩师赵国运老师 领着我们去川派的古琴研究家 顾梅宫先生 他家里面去测量一张老琴 就是飞破连珠 当时我记得老先生组了一个拐棍 然后头发没多少 气欲鲜昂 这个人的这种仪态 特别温文尔雅 当时用我们很小的心 觉得这就是一个神仙 顾梅庚的演奏家气质 深深吸引了王鹏 激起了他对古琴的兴趣 而在顾梅庚家测量的这张飞破连珠 也成为了王鹏卓制毕业作品的目标 想要卓制一张古琴 首先要了解古琴的基本结构 古琴是拟人化的设计 这是头 脖子 就是颈部 这是腰部 最宽的地方叫肩膀 就是肩 琴肩 然后这边叫琴尾 燕竹这一侧 这个空腔叫龙磁 燕竹这一侧 小的空间叫凤爪 实际上是靠这个颈部和腰部的弯曲 和燕竹来划分了贡名箱的容器 感谢观看 所以这木头要举之则清 积之则松 一敲松松的感觉 然后则之则脆 所以它的质地比较清脆的 这种坚硬啊 适度 然后呢 扶之则滑 所以有这样的四个好处的材料 才能做琴 通过精心的筛选 王鹏终于挑到了 自己心仪的材料 然而当他信心满满 准备开始酌琴时 却遭到了老师的制止 老师告诉他 要想掌握酌琴工艺 必须先练好扎实的基本功 这是一个漫长且枯燥的过程 十分考验学生的毅力与耐性 比如说你拿锯的这个 每次运这个锯的长短 也要手的稳定性 看这个线 你是流线还是拿线 都是很讲究 包括铲刀 铲刀去挖铲 你是怎么用肩膀去顶 还是用手劲 还是两个手 其实都做过基础的训练 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 王鹏渐渐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 也能够独立完成 酌琴的每一道工序 然而在枯燥的学习中 他渐渐对酌琴产生了质疑 别人都是这个作曲系的 声乐系的 都是搞艺术的 只有我们是乐器制造专业 感觉像一个木匠 整天抱抱的拉锯 措措 好像跟这个音乐 没什么关系似的 所以在这个同学当中 也会感觉到 自己怎么选这么一个专业 一旦这种心理来了 就不想好好学了 为了重新找回酌琴的意义 王鹏放下手中的工具 开始自学传统文化 重读古琴的发展历史 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让浮躁的心沉淀下来 他既要你会懂得木工的工艺 懂得声学 振动 懂得音乐 懂得演奏 然后你懂得审美 懂得文化内涵 懂得音乐意境所营造的 那种能量空间 他要求你的东西非常全面 也就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 逐渐对传统文化 对这种民族的精神 审美 甚至是为人做事 都采生了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就这样 王鹏把对传统文化 以及审美内涵的理解 融入到酌琴手艺中来 经过吸心打磨 终于在毕业之前 完成了作品《飞铺莲珠》的卓制 1990年 王鹏来到北京民族乐器厂上班 不久后因生计困难 王鹏不得不放弃酌琴手艺 改做工艺品 1999年深冬的一个清晨 王鹏听到家门外 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开门 站在他面前的 竟然是自己的大学老师赵广运 我老师不干了 说我培养你白培养 你这乐器不做了 变成做工艺品了 你做这些都是养家糊口 你真正要去创造出 你自己的生命价值 就是做你的天性 你的生来的兴趣是什么 是音乐 是乐器制造 而且老师这一提醒 等于敲了一下你 你的脑门 点了一下你的血 醒悟了 在恩师的激励下 王鹏决心重回酌琴行业 他从工作间翻出一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他珍藏的酌琴工具 然而阔别酌琴已近十年 他还能捡回这门手艺吗 觉得这鼓琴不应该做成这样 传统的都是老八板 对称的 我是搞专业的 我一定要做得跟与众不同 这种年轻的心理 当时我做的琴 就是做的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琴 一个不对称的琴 做完之后 请到一位大师来看 大师说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琴 你这个 这造型完全是个艺术品 不是一个工艺 不是古琴 原来已经多年没有着制古琴的王鹏 没办法定位古琴的审美方向 这导致了他第一次创新的失败 经过思考 王鹏又重新着制了一张古琴 然后听见音高 边去拉劲 用劲去拉 再去找那个音高 然后再去调整 经过反复调试 琴弦振动的能量 传递给面板和底板 再通过共鸣枪产生振动 发出优美的琴音 这张古琴就着致完成了 然而 业内人士对这张古琴的评价 褒贬不一 这使王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平衡两种对立的 古琴审美呢 去重新把古籍找出来 研究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审美 把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髓 思想 审美 哲学 各方面 你全都去研究一遍 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人要的最好的东西是 运动当中的平衡 运动当中的最佳点 也就是中庸之道 经过对传统文化的大量研究 王鹏逐渐找到了方向 这一次他选择了传统古琴样式 凤世式 并且决心按照自己对古琴的审美理解 进行卓制 卓制这张凤世式古琴 花费最多功夫的工序就是灰胎 灰胎是由大漆与路角霜等材料 调和而成 需要像刮逆子一样 一遍遍刮到古琴上 等自然干透后再打磨 它的作用主要是调节音色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路角霜的话 声音就特别容易出 它没有内敛的感觉 有这个路角霜声音会收纳 然后云音会延长 但也不能说完全包死了 一点不出来不行 所以这又是一个什么 制作上的中庸之道 要想达到这样严苛的要求 就需要分多次少量刮图 但是灰胎的主要材料之一 大漆有着极高的致敏性 长时间的接触 更会加剧过敏的症状 确实是经过很痛苦的大漆过敏 腿上流浓流血 肚子上也有流浓流血的 这种脸都是肿的 眼睛一条缝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其实也没事 你喜欢干这个都不是困难 刮一遍灰胎要干燥十天左右 才能达到一种表肝的状态 然后继续刮第二遍 一共要刮二十多遍 这个过程需要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王鹏仅仅用了几个月 其实这个做琴当时是较劲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琴 在半年之内完成 黑天白天的去做 然后缩短了很多的工时 等于牺牲了很多的 自然在那干燥的时间 自然存放的时间都去掉了 然后就集中把它做完 当时我自己还带孩子 孩子上小学 我白天把他送到学校 然后我回来做琴 我到点去接回来 等他睡着了 我又下来做琴 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 基本是这个工作状态 那一年头发就白了 2001年 这张倾注了王鹏心血 体现了中庸审美的古琴 终于着智完成 一经面试就得到了 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可 很快 王鹏就在琴圈打响了名气 很多热爱古琴的琴友们 也纷纷上门参观交流 然而不久后 王鹏的着琴梦想 再次遭遇危机 那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恩人 然后他呢 要跟我定一百张琴 要求是一百张琴 一百个摄样 百琴百事 这就对我来说了 是一个课题 古人用几千年创造 五十一个摄样 还差四十九个嘛 这不行啊 所以创作 当然我天生就喜欢创作 有创作能力 所以呢 我说这个没有问题 我两年交付 研究古人的造型 研究新的创新 创作了很多的古琴的饰样 像这个青鸟琴 太和 比如说这个育虫事情吧 刚开始是起源于莲珠式 然后把这个三个圆弯 变成了硬朗的弯 根据梁储的育虫的造型 来去设计出来 很多人说 这不就像跟长城的窝口一样 所以听起来很别扬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 这个窝口变成正腹角的变化 让它有立体的构成感 第二代育虫式古琴设计 完成不久 又有人说造型太阳刚 太硬朗 缺乏柔美感 对于这些意见 王鹏虚心接受 他开始琢磨 如何既保存力量 又让线条更加柔和 把这个面跟体的变化 变成绵柔了一些 但大型的立体那种硬朗还在 再加上绵柔的东西 这最后才达到一个完美 在这改革设计当中 每一步不是心酸 每一步不是痛苦 做出来刚开始非常喜悦 觉得这个天下完美的意见 作品出来了 弹上几个月发现就不足了 这时候你很痛苦 怎么会突然间这样 再过两年发现 哎呦这个毛病更大 所以要改 重新批掉 批掉就不要了 作废 然后再去再去设计 所以这个几次几次的变化 最终达到造型的完美 声音的完美 这个过程 我相信太难了 2016年 王鹏实现了百琴百世的创作 近年来 除了在古琴样式的设计方面 开拓创新 王鹏还将古琴文化 引申为可以展览的美学文化 拉近古琴与生活的距离 让更多人了解古琴文化 我特别的想倡导的就是 传统文化这种审美 这种精神 要回馈到我们中国人心里 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一个酌琴师 你把一个琴的审美做对 做好 让很多人在这里面得到的 不是简单的音乐的享受 是在这里面得到的是一种 文化的修行 修养 审美 所以卓琴师 应该具备这样的社会责任 祝祝 在 我 我 我 没 我 我 我 мож